大家好 这次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养的花 这是一个提根的迎春 已经有六年的盆龄了 因为前几天刮风啊 大风把这个袍刮掉地上了 结果呢 把这上面刮断了一只 所以呢 这个造型 我重新又给它改变了一下 这个海棠呢 也是已经有这个六年的盆龄了 现在是这个开花最多的时候 也是最漂亮的时候 这个花呀 就是半开的时候才美 这个所有的花呢 几乎都已经发芽 或者是有的开花 有的是这个花苞 这个燕子中间呢 准备种上这个西红柿 辣椒 种上这个矮的一些蔬菜 这个海棠呢 应该有这个二十多年的 这个年龄了 这个树林啊 应该有二十多年了 现在呢 已经开花了 这个是结果的海棠 应该有二十三十年了 这个呢 是一颗野生的山里红 这个海棠马上也要开了 这个小年龄呢 是非常的有趣 也是盆龄六七年之久 今年开花也比较多 大部分的这个花啦 都已经这个来牙了 像这个人冬啊 这个小一段的冬青啊 还有这个柏树啊 鱼树啊 这个荀子啊 几乎呢 都已经发芽了 青香木啊 荀木和这个金蛋子呢 还没有来牙 这个是去年种的新庄 到现在呢 还没有来牙 它来的要晚一些 这里呢 还没有清理干净 马上要种菜 这个子藤呢 今年来了六个花苞 马上 这要开了 一天比一天花苞大 这个梨树呢 盆景 开得多漂亮 其实白色的花是很耐看的 今年可能能接不少梨 这一棵呢 也非常的漂亮 当这个 这个牙呀 长到这么长的时候呢 实际我们就要把这个头给它打掉 把头给它掐掉 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缩织 它就能够缩织 缩织以后呢 它就能够这个就是啊 不停的发刹啊 这个长的话 这个长的话就可以把它这个头给打掉 这是一门 这是一门技术啊 这个摘牙呢 也是一个学问啊 摘了牙就能够促进啊 这个更多的这个芽点啊 这个枝啊 它会更多 当时从地里挖的时候 王老师呢 不小心把这里给我碰断了 要不然这里有一只更漂亮啊 今年开了两次花 期待它的挂果 现在呢 院子里面种了有差不多 就多一百个品种了 牡丹呢 花苞都已经很大了 这个小花圃 小水池 生机昂然 这个牡丹有十几多啊 已经有一些易经 再过一段时间 就会非常的漂亮了 感谢大家 长期的关注 谢谢